马凯硕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亚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驻有中国赢了吗? 等九本书 他最近接受了南华早报的采访 南华早报们 您曾预测 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将加剧 并延续到下个十年之后 然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·沙利文 刚刚访问了中国 这些交流是否表明情况正在好转 马凯硕答 对中国的施压并没有明显减弱 在这一点上 拜登政府或者笼统地说 美国政府的主要问题在于 他似乎在没有任何清晰而全面的 长期战略的情况下 发起了异常针对中国的行动 拜登政府正试图稳定两国关系 但也在实施新的限制性措施 关键问题是 最终目的是什么? 问 您提出的一个要点是 美国在没有长期全面战略的情况下 与中国展开竞争 犯下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 答案 美国针对中国采取了种种行动 但没有明确说明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的目的是推翻中国共产党吗?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美国的目的是阻止中国经济增长吗? 同样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美国的目的是像成功孤立苏联那样 试图孤立中国吗?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同美国相比 中国与更多国家保持更具实质性的联系 尤其是在贸易关系方面 这种情况很奇怪 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从未明确说明目的何在 我建议美国采取更明智的做法 即使美国要在某些领域与中国竞争 他也应该阐明可以与中国合作的领域 美国需要决定什么对美国的长期利益而言是真正重要 什么是他想要实现的 然后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手段 遗憾的是 拜登政府没有这种清晰 全面和长期的战略思维 问 您曾说过 中国正走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道路上 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是否已经接受了这种可能性 美国需要经历什么才能意识到 他必须在战略上改弦更张 以适应新现实 答 美国应该问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如果他所有阻止中国的措施都不奏向 那会发生什么 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一 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在那种情况下 美国应该如何与中国合作与竞争 我不明白 为什么美国没有意识到 支持多边主义将是约束 而非遏制中国的最佳方式